当时我一心求道,又和他在修炼上有过交流,让他产生了误会。 听说我拒绝他之后,致使他道心不稳,突破失败,如今会被他记恨,也是情理之中。 过去,想不到那清云老儿竟还是我的情敌? 怪不得我打伤他三个徒弟,他还对我好感都反而提升了。 如此看来,其实他依旧对燕燃有好感,故意找茬,我怕只是想引起燕燃的注意。 不行不行,怎么能让这种老头子追我的燕燃,必须抹黑他。 想不到竟然还有这种事,那剑青云真是气量狭小,燕燃你当初拒绝他,实在是太明智了。 确实,我也没想到,他现在还会为这些事纠缠不清,不过你倒是为我天门争了口气,没输给他的弟子。 不过你也别得意,见青云当代最为杰出的弟子,其实是诸葛林,曾经位列仙道排名第二,修为比之一派掌门都毫不逊色。 只是前些日子,诸葛林和万魔宗少主结为道旅,被逐出师门,才让你捡了个便宜。 诸葛林虽然被逐出青云门,但对青云门感情极深,你击败了他的三名师兄,他恐怕会对你下死手。 不久后先摸两道,挑进行大笔,争夺太荒一计的名额。 我为天门争取了资格,代表仙道出战,到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诸葛林。 赛民,我可不擅长对付女人啊,要我对女人下死手,我做不到。 诸葛林虽然,你可得帮帮我,给我个十本八门,顶级功法什么的,也好让我自保。 你放心,不管怎么说,你还有一个身份,是我的弟子。 我也知道,你从小到大和同门女弟子比试的时候,都是点到为止。 唉,对女孩子太过温柔,确实是你的弱点。 那青云门之前许诺了,说是我天门弟子战胜青云门三位圣子,便可以进入青云秘境一次。 按理来说,这个机会非你莫属。 那青云遗迹,对化神巅峰境界的人提升有限。 所以我把这个机会,给了天门中修为仅次于你的三代弟子祭平。 作为补偿,我会给你一门功法。 好的好的,我就知道妍人最疼我了。 等等,妍人,你刚刚是不是还说了,祭平那小丫头回来了? 昨晚陪妍人陪着太晚了,好困。 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不仅提升了妍人对我的好感,还获得了妍人给我的新功法。 先级功法,圣元爵是否使用功法速成卷提升? 据燕然所述,圣元爵乃是我天门已经飞升的另一位老祖所创。 是能短期内提升实力的秘法。 在第五层之前有着极大的副作用,所以要慎重使用。 不过,对我而言,完全不是是吗? 哈哈哈哈,开挂就是爽! 圣元爵,get! 呜呜,起飞! 这个力量! 无敌怎么说? 无敌! 那你,敢揣我天门弟子的门? 是谁? 我的不耐烦了吗? 等等,这力道,好熟悉,难不成,是他? 怎么了,灵凡,出眠不见,反应变迟钝了啊。 我去,果然是他,鸡瓶! 你还是一点没变啊,上来就是这么热情的招呼。 你的确有所进步,不过,差得远呢,看中! 变真,吃我一拳! 你上当啦! 请破颜拳! 妈妈,果然是个喜欢熟老的男人! 灵凡,我也是女人,为什么你打我就这么狠? 纪萍,你也好意思说你是女人? 咱们从小玩到大,你身上有几根毛我都一清二楚。 女人?你也没叫女人? 别来沾鞭,懂吗? 别来沾鞭! 本以为在外历练了五年,能让你吃点苦头呢,没想到,还是打不过你。 看来你的进步也不小呢,无凡。 纪萍,你出去历练五年未归,看上去强了不少了。 那是,虽然比不上你,但前新日子也成功邁入了化神中期。 这些年,我在外面的经历可丰富了。 哦,说来看看,我想想啊,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五年前,我曾花费三天三夜,关系千里江河,我活过一条极为珍贵的黄金巡。 你敢说你太乱了,作队,跑啊,怎么不跑了? 我去,你也太渺喊了吧! 三年前,在挖腰山脉,我给一个大蒙镜的地龙向了蟹药,从他的巢穴中,偷走了一枚地龙蛋。 喂喂喂,你说蟹药,那蛋上的不明也挺难不成识。 一年前,我偶然遇到一名正在突破大蒙境界的羞事,趁着他突破历劫昏迷时,我搜刮了他全身的宝贝,连他的道袍都没放过。 因为这件事,之后本姑娘被他追杀了很久。 简直,我偷偷就一女流氓啊! 还有,我偷偷潜入于仙门,用齐包符,炸了于仙门饭堂的刺。 臭豆麻袋,不要再说下去了。 不说就不说。 你听了我这么多故事,总该说说你自己的事了吧。 我回来后,听到不少师弟师妹的传言,说你在天门里到处念花惹草,是不是真的? 哪里有,都是污蔑,都是造谣,他们毁谤我,纯粹是在毁谤我啊。 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呢,我也没兴趣知道这些事。 不过我可提醒你,天门内禁止搞男女私情,传闻这规矩是我们那个刚出关的老祖定的。 你继续这样乱搞,当心他一掌闭了你。 呃,要不要告诉他,那个老祖,已经被我成功攻略了。 哈哈哈哈,跟你开玩笑呢,那么紧张干嘛,是不是真有对象了? 不过你放心,假如老祖真要闭了你,我一定袒护你。 毕竟我们,是最铁的朋友嘛。 哼,七瓶,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好了,林凡,虽然见到你很高兴,但接下来,我要去参加老祖安排的秘境试炼了。 我知道,这个机会本来是属于你的,谢谢你给了我。 这一趟,我可能又要去很久,我们就在不久后的仙魔大笔上再会吧。 林凡,几年不见,你变帅了。 以前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帅哥呸子呢。 喂,等等。 这小丫头总是那么疯疯活活的。 高兴,宿主,获取好感度。 哦,想不到还有意外收获。 好感度50? 看不出纪萍那小丫头对我的好感度还挺高的嘛。 我还以为她平时那么喜欢跟我battle,好感度应该不会太高来着。 哦,对了,积分商城,马上就要和仙魔两道的精锐弟子较量了。 得看看系统商城里有没有什么提升实力的宝贝。 我是不要在这次仙魔大笔中获得头筹,挤压群雄。 如此一来,我离燕燃的距离就可以更进一步了。 嗯哼。 系统,出来。 噔噔噔噔,天空一声巨响,系统闪亮登场。 少给我卖萌。 快点打开系统商城,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 咱就是说,被带淑女能不能弯绕点啊,速度。 系统商城是吧,这就开启。 好了,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一边凉快去吧。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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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升器语 永久资质强化卡 听上去是提高资质的 小爷我天赋异禀 未觉醒系统是变异式绝世天才 积累积累 至于这一日修为复制卡 是什么东西 剧头来解释解释 一日修为复制卡 是指宿主可以用它来复制一次好感度 达到一把以上的对象修为 哦 原来如此 目前好感度在一百以上的 只有燕燃一个是值得使用的 这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啊 燕燃神力那么强大 看上去选择购买复制卡是最值得的 关键时候 说不定能有大用 行走江湖 小命危险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用了这复制卡 以后出去装 我心里踏实 好 就买它了 这一个月来 天门三代弟子 经历了多重选拔 你们四人 还有祭平 是为数不多将修为提升到化神器巅峰的精锐 三日后 便是仙魔大笔 老祖为我们争取到了五个参赛名额 此次仙魔大笔 不光干系到未来三十年 仙魔两道的地盘划分 也是将我天门名号 发扬光大的大好时机 你们要面对的 都是仙魔两道 天骄榜前五十的人物 实力非同小可 我天门 虽实力强大 但因老祖闭关 一直生命不醒 此次 不仅是为了仙道而战 更是为了我天门而战 所以 你们只能成功凯旋 不能失败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历史定将不辱天门威名 让仙魔两道都看看 我天门真正的实力 很好 一路上多加小心 出发 凌霄城 这吧 燕燃 等我凯旋归来之日 我离你 也更近了一步 迟早有明天 我凌凡 要光明正大地 将你凝眉正去 凡儿 一路保重 宗主 您来了 宗主 您召集我等前来 说是有要事相谈 是何要事 老朽 连吃莲碗魂番的炼制 进度都放下了 宗主 到底是什么紧要之事 诸位长老 稍安勿躁 本宗自然知道 你们都有要务在身 所以若是小事 本宗也不会惊动各位 想必各位都知道 我赤魔宗近年来 已经成为魔道大宗 而仙道那边也一样 今年多出了一个什么天门 仙道八门 魔道六宗 如今却成了仙道九门 魔道七宗 这次的仙魔大比 难免充满了变数 宗主 您的意思是 我赤魔宗 虽然被承认为魔道大宗之一 但一直被其他主宗 置疑抵御 上一届仙魔大比 我魔道惨败于仙门 这一次 若是我赤魔宗 能在仙魔大比上 扭转乾坤 一举击溃仙道 便能一战成名 从此 在魔道大宗中 立足脚跟 掌门放心 我宗少主 已经是地魔榜排名第五 定能在仙魔大比上 大展拳脚 蠢货 本宗要的是万无一失 别忘了 我们可是魔道 什么伦理道法 只能束缚仙道那帮蠢财 对我们没什么约束 掌门 你的意思莫非是 让我等安排人手 半路刺杀那些 来参比的仙道添交 痴行长老 不愧是本宗的左膀右臂 深知本宗心思 没错 就是暗杀 我赤魔宗首轮对战的 便是天门 传闻那天门弟子 实力不弱 曾一人击败 青云门三名天交 实力只怕有 禁逐天交榜前五的水平 我儿也未必能吻胜他 此事 我已得到魔道第一宗 天魔宗的支持 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去干吧 我等明白 定不负宗主所托乎 灵凡哥哥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对啊 灵凡 这个方向并不是前往灵霄城的方向 啊 出发之前掌门跟我交代过 让我们先去云影城和祭平会合 祭平从青云门出发 应该就快到了 原来是这样 那就事不宜迟 快点和祭平会合吧 对了 诸位 这一路上小心点 小心 陈师兄 这是什么意思 前往迟霄城的路上 都是仙道势力所属 我天门 因为老祖突破 已经位类仙道九大门派之一 有什么要小心的 诸位有所不知 据我所知 魔道诸宗想来手段阴险 曾经有多次安排杀手 刺杀诸仙天交的案例 如今灵师弟已经在天交榜上流明 定然已经引起了魔道中人的技 所以不可掉以轻心 陈师兄所言甚是 会合祭平后 我们便快速赶往灵霄城 要是魔道中人再怎么大胆 也不敢在仙魔大笔的开展地点中闹事 大姐头 你说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多久 就是就是 大姐头 你都在这后又两天了 再不出发 误了参加仙魔大笔的时辰 老祖怪罪下来 这么说 你是觉得你们老祖 比我更可怕了吗 没有的事 诶 大姐头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 只是仙魔大笔事关重大 不能耽搁了 话说 大姐头 你不也是要参加仙魔大笔的吗 所以老祖才让我们跟你一起去 可你又 你放心 我也是在等我天门的人会合 等他们到了 自然就会出发 算算时辰 别急 他们应该也快到了 这母老虎 真要跟我们一路吗 不然呢 老祖说了 让我们跟天门结伴 一路上小心磨刀中人的刺杀 联合起来 相互也有个照应 唉 我就不明白了 老祖不是一向很讨厌天门吗 怎么上次 跟天门那个什么老祖 碰了一次面后 太主直接就来了个大爪环 相互照应 且不说那个什么妖孽灵凡 单说大姐头 千千日子 在清云秘境里 就把我们三个虐得 不要不要的 我看啊 是我们抱人家大腿才对 唉 要是大师姐还在的话 我们至于这么惨吗 是气息 是他们来了 纪萍 他身旁的那三个是 嗨 纪萍姐姐 我想死你了 上次回天门 你只过去看林凡哥哥 都不来看我一下 人家生气了 哼 呃 是我的不对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好不好嘛 小灵儿 对了 鸡萍 这三位是 哦 他们啊 我新说的小弟 也是要去参加仙魔大笔的 喂 至少把我们的名字说一下吧 既然人已经到齐了 事不宜迟 赶紧赶路吧 咦 怎么你们三个也在这儿 喂喂喂 大哥 你是才看见我们吗 啊 这不是青云门的蔡坤 范城陈龙吗 呵呵呵 终于有人记得我们的名字了 蔡坤好感度嘉识 范城好感度嘉识 陈龙好感度嘉识 我们是奉老祖之命 跟你们天门弟子 一起去参加仙魔大笔的 哦 见青云什么时候转性了 等等 不会是跟燕燃有关吧 唉 不过 带着这几个家伙也好 遇到那个什么青云门天才诸葛灵 倒也能缓和下和对方的关系 此地便是百岳城 前往龙霄城的必经之处 百岳城后方百里 也是仙道九门之一的万剑门 所以此次我们的截杀行动 必须快狠准 务必做到逆期必杀 我三人都是赤魔宗的死卫 修为已是大能境界 对付一些如修为干的响子 还能有什么闪失 不可大意 对方也是仙门中的天骄 虽然不是我等的对手 但正面交手与我们周旋一段时间 也绝非难事 没错 若是惊动了万剑门驰援 我得了性命倒是无所谓 怕就怕 莫了宗主交代的大事 那以你的意思是 偷袭 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务必在第一个照面 就要对他们做到重创 令他们没有求援的机会 嗯 不错的主意 那事不宜迟 请多数吧 等等 赵师妹 为何突然停下 是有何不妥吗 月华姐 月华师妹在外历练多年 而且天生就有种野性的感知 看来她是发现了什么 可我已经是化神镜巅峰的修为 用神石探索附近 也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危险 除非 对方的修为超越了化神巅峰 不好 有埋伏 大家快快散开阵型 喂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少废话了 快点散开 等等我 大姐头 这是 坤哥 可恶 到底是谁 谁杀了我家哥哥 笨杖鼠背 竟敢对我的小弟下手 我跟你们拼了 季萍 不要冲动 陈师兄 你带着灵儿去附近的仙门求援 对方可能是魔道派来的四可 只有为之怕已经是大能静 什么 大能静 不 我不走 一番哥哥和季萍姐都没走 我不走 我也要去战斗 情况紧急 对不住了 苏师妹 陈师兄 你带灵儿先走 我去帮灵凡他们 好 小心点 魔道中人手段阴险 而且修为还在我等之上 你们记住 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明白 陈师兄 灵儿就拜托你了 赵师妹 保重 你们两个 要哭到什么时候 跟个娘们似的 是爷们 就跟我一起为你们师兄报仇 对方修为虽然在我们之上 但只要拖住他们 等万剑门的高手持员 那时候他们便插齿难逃了 他说的没错 我青云门弟子 也不是送包草蛋 我们要为坤哥报仇 可恶 想不到他们中 居然有人能提前察觉到我们的气息 看来县门之中的天骄 也不是等闲之辈 怪不得宗主如此忌惮 赤公长老 炼制的赤元服 其威力 在猝不及防之下 足以击杀大能静 若是刚刚他们没有散开 至少能杀死当中的半数人手 可惜赤元服只有一张 接下来 就要看我们表演了 九幽乐 什么 圣经武学 持续一个化人静 怎么可能 学兆不可立敌 速速散开 好恐怖的威力 几乎已经能比你我等的全力一击了 这是天门功法吗 为何情报上不曾见过 缠闻天门弟子 修为达到元英境后 便会出油理练 无论生死 这种培养弟子的方式 在整个仙道门派中 也是独树一致的 因此 这些弟子 在某些遗迹中 获得传承 得到某些功法 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该死 比起那些温室里的 仙门天骄 这些天门弟子的实战经验 可能比我等预料的 还要丰富 不可大意 全力出击 是 看来这三人的修为 多远在我之上 刚刚那一招 我已经锁定了 他们的气息 若是修为不如我的 根本无法 挣脱我掌力的束缚 可这三人 却仅用了一顺 便闪躲开来 不好对付啊 这三人 此女的实力 只怕不比 天门弟子灵法要弱 可能是天门的 另一张底牌 先斩上了她 上 好快的速度 掩蔽 不好 火星工坊 难道他们是 真武官 不好 这是真武大帝的传承武学 传闻两年前 有一女修士 在真武殿中 获得真武大帝的传承 后来下落不明 莫非她就是那名女子 该死 明明竞技落后我等 竟然如此难缠 这就是仙门天骄吗 必须帮他们一把 诸葛击破 你的对手是我们 魔刀的鼠辈 此军死路 一共三个人吗 看来此人便是首领 给我带来的压迫感 最为强横 只怕不是那种 刚突破大能径的修士 祭平月华和清云门的人 虽然能短时间 缠住其余二人 可若是此人参与战局 只怕他们会瞬间溃败 怎么由我来拖住他了 这小子竟然用神石锁定了我 是想拖住我吗 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这小子的胆量 倒是令人钦佩 等等 此则的样貌 和情报上的灵凡画像 几乎一样 他是灵凡 好机会 幻象不惜第九诗 破云 不好 神炎盾 传闻天门的外相无极 可破实践一切功法 俺当传闻是真的 就算外相无极再厉害 修为上的差距 是你无法逾越的 参照 人传 大能剑果然相合 怪不得天教榜千三的人 都被称作为怪物 不要说那些天才 就是像这种普通大能镜 都已经远远凌驾于化神器之上了 要使用圣元绝吗 可现在使用的话 之后的仙谋大笔怎么办 圣元绝对身体的负担太大 以我现在的旧位一旦使用 只怕半个月内都无法恢复